大家好 我是陳紫遷律師 在未開始今天的話題之前 想跟大家講講就是昨天 關於許家印的影片很多網友支持 另外我會將民意調查 假如讓你做許家印 做極級富豪20年 但之後你要坐牢 你會不會願意呢? 我的調查就已經在我們的community 即是我們的社區 出來的 我將調查延遲到這個星期日 下星期一我就會公佈結果 另外會講講我的看法 希望各位網友就踴躍投票 支持一下 多謝 現在我們就回到今天的話題 網上 東張西望 有講一名女婦主 去中醫求診的時候 竟然 弄到 腳 腹壞了 還要去西醫再求醫 我會跟大家講講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是不是無牌行醫 以及有關的 法律 知識 和條文 我們立即開始 好 話說這件事是這樣的 在7月18日 一位姓馬的女士 他就去找鐵打醫師求診 當時他求診的原因是因為感到他的腰骨尺尺痛 但是這位姓洪的醫師 就說他腰骨痛的原因是因為他濕氣太重 於是就在他右腳上進行熱療的療程 在治療期間 其實這位虎主都已經說過太熱了 但是這位紅醫師竟然說越熱越好 好啊這樣 當療程完畢之後 就發現 虎主的右腳是有 大面積的灼傷的 雖然這位 紅醫師是有幫虎主塗 燙傷膏 但是情況都一直沒有好轉 之後 情況就變得越來越嚴重 受傷的部位就有起水波 這位紅醫師 就用他的不知甚麼療法 然後就塗上一層 不知名的黑色藥膏 令到虎主的腳的情況沒有好轉 就越來越惡化 之後虎主終於忍不住 就去了醫院求診治理 這位虎主真是慘 醫生除了要幫他 去除了這些不知名藥膏之外 還要幫他去除他壞死的組織 其後 就更加嚴重到需要直皮 首先我跟大家網友講講法例規定 第一 這位紅醫師不是一位 註冊醫師 根據香港法例第161章 醫生註冊條例 如果一位人士 非法行醫 就馬上屬是刑事罪行 可署罰款10萬元 以及 監禁三年那麼久 都幾重 另外一個相關的條例 就是規管中醫 因為這位 鐵打醫師 紅醫師 就用了 中醫的方式去行醫 這個 條例都關他事 以中醫方式 或者行為來行醫的活動 包括針灸 和骨傷 即是鐵打 傳統中醫醫療方法 另外就是診斷 治療 和舒緩任何 疾病的 症狀 第三就是 開出 中藥材 或者中成藥的處方 如果一位人士 是用以上的方法行醫 是要 去註冊的 他要成為一位 註冊中醫 或者叫做表列中醫 才可以 執業 但是 這次案件的 紅醫師 是完全沒有註冊的 即是根本他 又不是註冊中醫師 甚麼都不是 但他是行醫 絕對就是無牌行醫 好了 接下來 我就和大家 各位網友 分析一件事件 很明顯 這位府主 就是 沒有戴眼 找醫生 找了一位不是註冊的中醫師 在這裏 我都奉勸各位網友 中醫當然是我們中國幾千年文化的傳統 我也有看中醫的 但記住一定要找 信德國 有信譽 最重要是 有註冊的中醫師 或者 鐵打醫師 那就對自己的健康 有保障 就不要像這次 得不償失 越醫越差 這樣的情況 這位紅醫師絕對就是 需要負上責任 我想這個府主 是絕對可以 控告 索償 因為紅醫師 是 疏忽 令到他 雙腳 受那麼嚴重的傷害 因為他說腰痛 但竟然他熱呼他的腳 就令他的腳要直皮 這樣 絕對是可以 民事索償他的 刑事方面 絕對可能 他會被告 無法行醫 因為紅醫師 所以呢 各位網友要切記了 找中醫 一定要小心點 要 確保 那位中醫是表列中醫 註冊中醫 才好看 另外 最後呢 我跟 各位網友 講一講一個小知識 就是 現在當然有很多網友 特別是女士 喜歡去美容 喜歡去變靚 但其實美容院 都有一個 規例 就是如果 要做一些 有 侵入式 皮膚穿刺的療程 例如打針 打 毒幹菌 即BOTOX 其實一定要註冊醫生 才可以做 普通美容師是不可以做 大家記住 因為坊間 其實很多美容院 都是找一些普通美容師 幫你打BOTOX 那些 是錯的 記住 如果你做一些 侵入性的療程 就記住要找註冊的美容醫生 因為其實這些如果做錯 都很大問題 特別記住我女士 是自己的臉 千萬不要 有時大家看到有些案例都是 變靚不成 就反而變醜 大家要小心 好了 我今天跟大家說 這宗這麼慘的中醫事故 就到這裡 各位網友有什麼看法呢 大家有沒有看中醫呢 都可以留言 告訴我 我都會逐一回應 另外 希望各位網友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 是 有養份 掌知識的話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 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每天一片 和各位網友 談談社會時事 談談社會現象 告訴大家我的看法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 法律觀點 告訴各位網友 甚麼是對的 甚麼是錯的 甚麼是做的 甚麼是不做的 讓大家不會誤墮發網 最後 記得投票 關於許家印 多謝大家 答案